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别人都怎么说你吗 怎么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还告诉你了 我就想当心警子了 那你就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我的本职工作做得不好吗 我跟你讲李峰 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比你好 我狠啊 再仔细查一点 是 杜队 死者姓崔 盛名中年男性 职业是东山区私立学校的教师 平时跟邻里关系都不错 报案的是死者家属 这是笔录 杜队 现场真机完毕 初步认定入室抢劫 杀人投医 老崔 你这是怎么了 你冷静点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怪我 先出去 你先出去吧 李峰 一 要保护现场 二 稳定家属情绪 配合我们工作 是 把人抬走吧 把人抬走 好 你先回家 帮我去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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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心里不舒服了 我记得杜队跟我说我 他当行政的时候 第一次到案发现场看到的第一具尸体 是一个婴儿 九个月大呀 就比他孩子大了一个月 当时他心里也非常的深 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但是这么多年工作下来让他明白了 作为一个行女 就得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而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是需要你慢慢磨练的 杜队 没事吧 没事 现代化了 信息化了 破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作案和反真破的水平也提高了 可以这么说吧 表面上看现场像是入室盗窃 然后杀人逃逸 但是经过和死者的家属核实 家中丢失的财物除了放在抽屉里的 两百四十六元现金 其他的财物都完好无损 但是这有可能是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 杀人之后就迅速逃跑 凶手还没来得及盗窃财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家里应该会发现撕打的痕迹 但是家中的物品摆放的都非常整齐 我们向死者的邻居去寻找 他们没有听到过类似什么争吵 或者打斗的声音 死者的身上有四处刀伤 致命的一刀是在左心房处 如果是一刀致命的话 也就不会有打斗的痕迹 凶手应该是早有准备 不太像是梁上君子 那么其余三刀呢 其余三刀还有可能是蟹笨 仇杀的肯定应打 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当时在现场就询问过 他们的家属和邻居都没有提到过 这个死者跟什么人有过过节 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询问 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也许还有很多我们根本不了解的 那我们可以假设 这个凶手为了不引人注目 顺利进入死者的家中 他可以经过乔装打扮 比如装成电弓水缆弓 这样他就顺利成了 戴上了手套穿好脚套 他的作案工具呢也可以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面 那么这个凶手很有可能也是杀害钱教授的凶手 因为这两次现场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像同一个人所为 前两起案子算得上是高指伤 可这起案子偏偏放了一个蹩脚的烟雾袋 貌似入室道歉 一点也不高指伤 你们说这个高指伤为什么这么做 按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 杜队 这凶手是不是同意了 我觉得咱们还不能贸然下这个结论 那死者身上的伤痕怎么解释呢 我们已经分析过是金属钝器机伤 无法确定是什么器具 这个案子不排除与刘磊和钱教授的案子有关 但又没有证明有必然联系 我看咱们就按独立的案件来进行调查 各组注意沟通梳理 好 来 麻烦你撑一下 多少钱总共 总共六双 便宜点吧 便宜点给六十吧 六十五十 哟 小伙子 你收钱啊 数一数 看够不够啊 对 谢谢你啊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掌握到的随时套个人资料 对啊 现在咱们这个资料待会我看 各个案子似乎可以这个病案处理 但是为了把每个案件搞得更清楚 我们还是以独立的案件为主来诊破 原来那个安排一样啊 王涛 你还是这个前教授那个案子啊 好 呃 张康 你不得表理这个案子 是 你把精力放在崔老师的案子上啊 你钥匙呢 老大外面 肉更更好 做到等着吃吧 单位就能找我 顺着味儿我就回来了 哎 孝敬你的 爸 哎 回来了啊 哟 还看这书呢 这书我都看了三遍了 这本书啊 真是有意思 好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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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饭 我去盛饭 盛好了 端过来就行了 盛好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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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自己来啊 你不是说想吃妈做的红烧肉了吗 对啊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味道棒架啊 你看你爸吃我做的饭这么多年 都不愿意上别的地方吃饭了 哎 妈 你这可冤枉死我爸了啊 我爸不是不愿意到外面去吃饭 是你把钱看得太紧了 他兜里没钱 你说他拿什么到外面去吃 哎 这事算你说对了 哎呀 你们静下说 吃饭都堵不住嘴 你堵不住 吃 要啊 以后你把女朋友带回家 你们想吃什么 妈妈就给你们做什么 现在的小女孩 嘴都叼着呢 那不行 我倒是有女朋友 不能任你给她做饭 乃是她给你做饭 要不能乱规矩 哎 上次见那女姑娘咋样了 联系了没有啊 有 我最近特别忙啊 我没顾上 你忙什么呀 你们不是有了事故才出情的吗 最近我一朋友出了点事 我帮人查一查 出事 出什么事 就是前两天电视上说的 那个凶杀大案 凶杀案 凶杀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个交警 别下掺和啊 行行行 你看你大惊小怪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掺和 但是你也不能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 那可不行 女朋友还是要介绍的 你妈 她等着抱大孙子呢 哎呦妈 你说我累不累啊我 吃 啊 嗯 哎呀 theoretical クirk 不是 你 谁啊 你们干什么去 干什么 让你咋着就去 我告诉你们 我是警察 你们要再打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警察 你还给我撞呢 我 干什么 住手 干什么 要不要报警了 不用了 我也是一警察 我让人打成这样 我再去报警 你说我丢人不丢人 那你在警校的时候 没学几招啊 什么叫没学几招啊 突然袭击你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我就从楼梯上滚下来 我学那些我也用不上了 把我摔成这样 踏得好好的 要说你小子真有口福 你知道吗 这是我妈专门给你做的红烧肉 是吗 不行 我已经去快点公司上班了 要不我说穿上制服了呢 今天第一天不能睡到了 那行 等你晚上回来吃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去上班吧 那我走了 好感啊 行 赶紧去吧 好的 好感叹 谢谢 我来看 几个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我都看了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关键是线索 他和他老婆的关系怎么样 零零反应还不错 不过有家长反应他曾提拔过学生 一年前还上过报纸 马上把报纸找了我看 好 师傅 师傅 你过来 叫进户车了吗 叫了叫了 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刚打的马上就过来了 你怎么开的车呀你 我的车是正常行驶的嘛 你不可能正常行驶 是搬马线搬马下减速知道吗 马线他从那边杀过来我怎么知道呢 你那个驾照有吗 谢谢 1 3 3 2 5 6 5 6 7 7 4 7 7 7 8 7 8 10 9 7 10 8 怎么了你 唉声叹气的 没事 没事 那我麻烦你点事呗 你说 我饿了 真的特别饿 那我给你买吃的去 不用不用 那儿方便面 给我泡碗方便面吧 方便面 好 来 五子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吧 没有啊 我就是担心你 我碰面去啊 你等等 你担心我什么呀 药子 你信不信命啊 命 我不信 我觉得呀 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哎 哎 可我有点心了 你看啊 我很早就开始做小生意 总想着发大财 可到现在呢 这越混越惨 可有的人不信 却又家财万贯 就说你啊 一直想当刑警 总也难不上 怎么说着说着 又说我这儿来 哪儿疼你往哪儿疼你 喂 李峰啊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今天早上 有没有爱给我打呀 没有啊 谁敢打我呀 为警察 什么事儿 你说吧 你们宿舍湖近的保安 今天早上抓着两个可疑的人 这不案子最近高发吗 我们就提审了一下 他们说是去替人要房租的 还打了一个自称是警察 欠人房钱的人 我这不就想到你了吗 什么房租啊 那没事 明天我们派人带他们 去指认一下现场 再找找当事人 看看你那里有没有什么线索 行 那我了解了解再说吧 好好好 就这样啊 来了 来 泡好了 吃吧 你不是饿了吗 甭给我来这一趟 我问你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警察呀 你还知道我是警察呀 怎么了 你最近跟什么人接触了 没跟什么人接触了 除了你 就我那些客户 那你欠人钱怎么回事 你欠人多少钱呀你 八百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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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理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欠人钱 你干嘛不给人还呢你 我不是手头紧吗 我爸妈没工作 享受低保 我好意思身上管他们要钱吗 那你跟我说呀 这一千块钱 哪有赶紧把这房租给人还了 麻烦我眼睛消失 药总 我高五没什么社会地位 认识些各种各样 甚至是不三不四的人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凭自己劳动 挣钱养活自己 我是个清白的人 这钱算我借你的 我挣够了就还你 等等 还哪破烂了 这么晚 拿哪儿去我 你爱拿哪儿去拿哪儿去 怎么着 我还得替你看破烂啊 好 站住 你倒有理的啊 我问你 外面天寒地冻的你去哪儿 那脾气还不小 你知道不知道 今天楼道顶的哪儿人 是专门讨债的 讨我头上来了 人找的是你 我替你挨打 你脾气上来 赶紧回来 毛病 回来 你说你干的这些事 现在人刑警队 让我指认嫌疑人 我是一警察 我让人打成这样 你说我丢人不丢人 我指认什么嫌疑去的 打我那俩小子 让警察给逮起来了 要不李峰给我打什么电话 娘子 娘子 真对不起 让你替我收购了 我会报答你的 哥 我也不需要你报答我 真的 你年龄不小 你不为别人想 总得为自己父母想要了 以后别瞎混了 知道吗 别惹是生非 你这就是对我 最大的报答 对了 你那堆破烂 你赶紧处理了 甭管怎么说 那也是钱啊 是不是啊 不生气吧 不生气 快吃 谢谢啊 这趟一屋给我累死了 余总 你回来了 我说过多少次了 没人的时候 别叫我余总 我不在这段时间 公司情况怎么样啊 正好 我呢 向您汇报一下 您看 是咱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 城市花园 已经立项了 进展还很顺利 蓝星别是花园的工程 已经坚定尾声了 我想到时候 举行一个 落成典礼 请您来精彩 不错 工作完成都不错 那个钱教授这事 擦干你没有啊 好像这个案子还没有结 他的文章提到的 那栋楼的用料 善理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按照您说的 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想应该有一个 对我们有利的结果 还有啊 前教授的死 公安部门 到我们来调查来了 这个老东西 死了都不让我们安宁 是 但是我们新政 就不怕鬼叫门嘛 这可不能大意啊 毕竟 我们和他发生过口角 好 你费心了啊 不过也成熟了不少 你还得多多指教啊 行了行了 我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晚上跟我去个饭局啊 好 那个前老头到底怎么死的呀 听说是被人谋杀了 头部呢 受到重击 您慢走 喂 你好 你好 是钱朵吗 我是张元龙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们公司的余总呢 想让我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不需要了 谢谢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去看望一下你 真的不用了 你爷爷的案子 有进展了吗 我在等消息 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 这个时候提起点事 没关系 还想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 对了 你上次来看我爷爷的时候 不是带了一张卡吗 我上次本来这样还给你 出去追你没追上 我想找个时间还给你 什么卡呀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我们老总的意思吧 没关系 你一辆子没有破的话 我们先不谈全世界了 再见 陆队 回来了 事儿啊 我正好路过这儿 我来看看李峰 现在案子多 他们几个连州转都在执行任务 那崔老师的案子现在有线索了吗 不该问的别问 不对 凭我的直觉 我感觉 崔老师的案子肯定和乞丐流磊 还有钱教授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直觉 你是凭什么产生这种直觉的 那我问你 崔老师的尸体是不是有被人毁坏的痕迹 乞丐流磊的尸体我见过 他死后 他的生殖器被人割了 钱教授的遗体我也看过 他的脸部几乎被人毁坏了 如果说崔老师的尸体也被人刻意毁坏的话 那么首先从手法上来讲 杀人毁尸就很像一个凶手所谓 第二 从新人学的角度来讲 短期内同时发生多起病案 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 有没有病案的可能性 你对刑警感兴趣 当然了 对不对 你别小瞧我 在警校的时候 我科科成绩可都是明脸睫毛 现实案例和课本上是有距离的 没有哪两个案子是一模一样的 推理是重要的 关键是要发现线索掌握细节 细节决定成办 作案破案都一样 可是凶手狡猾老道 我们很难抓住细节 这就是个较量 是一个从细节到细节的过程 要是照这样说 我真是很担心 所以还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是一个从细节的过程中 不准备 我肯定是不准备的 不准备到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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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还没消息呢 我给你买了点钱 全是那个破案子 我就知道你肯定跟那 最近那几张案子叫上劲了 对了 那个房租给你交给房东 好 好 那个伙子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帮我好好想想 本身最近发生了三起凶杀案 这你都知道 第一起 钱教授 他是被顿气致死的 致死以后面部还遭到了破坏 还有一流浪汉 也是把人杀了以后 竟然把生殖器给那崔老师 也是把人杀死以后 然后对尸体进行破坏 你说什么人能这么疯狂 你说 你说这个人他怎么想 他怎么会 看你这个疯子 疯子 这就那流浪汉 你说多嘴 这不刘磊吗 没错 这人是叫刘磊 这个大色谱啊 不过听你说他这种死法 怪可怜的 这就是命 不是 这人你认识 认识 太好了 来来来 赶紧坐下 那什么 你帮我说说他的情况 把你所有知道的全告诉我 知道吗 你别看他这个可怜兮兮的样子 其实啊 挺色的 那黄断的说起来 一套一套 一堆一堆的 见这个女的就让上凑 还愣说自己什么 犯过强奸罪 虽然说没成吧 也让带进去过 那你知道他在哪个监狱吗 他被关进哪个监狱了 不知道 那你知道 知道他老家在哪 还有他的父母是谁 还有他接过婚没有 他老婆是谁 他的孩子是谁 还有他 他的亲朋好友 尤其是本市的 朋友啊什么的都可以 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跟没说一样 不过你倒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这人是个色鬼 哎哟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行了 不想这些还原的事了 来看看你都给我买了些什么碟 这些可都是正版碟 嗨 这些我都看过 看过 这个也看过 这个也看过 这有点意思 布拉特·皮特 摩根·弗里曼 七宗罪 这俩演员可都是我崇拜的偶像 这俩人可是美国的大明星 我知道 好莱坞的 看看这个 这有点意思 还没说 我看过 这些本来是不错的 我看了 还没说 我看了 这些本来是不错的 这些本来是不错的 十五万 二十五万 五十五万 怎么有这么多钱 你反反复复看这段 你往下拨呀 不打岔 我这正忙着 这外表片看的就是刺激 你懂什么呀 我这不是看片子 我是在找线索找证据 找线索 修杀案 光看到电影就能破案 还要警察干啥 不过我觉得吧 这电影啊 电视剧啊 都是假的 所以说你不懂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 都需要非常丰厚的 这个生活地域 而且呢 需要非常有智慧的 这个艺术架构 你想一想 美国好电影和电视剧 不是高智商的干部 什么意思 这部片子好 太好了 我觉得呀 这部片子 咱们的心情 都应该好好学习和借鉴一下 真的 第一 这部片子的情节设置得特别理奇 第二就是悬念 悬念设置得特别棒 尤其是凶手 凶手的杀人动机 和他的心理依据 找得特别准 他让你相信 这个凶手杀人 甚至是有道理的 他有他的道理 我们相信 现实生活中 可能有这样的凶手 我也挺喜欢看 这些灵奇的故事 哪天你看完了 我得好好看看 要能帮你破案 那可就太好了 武则 你要帮我想想 咱们想一想 假如说 我们本事发生的 这三起凶杀案 跟电影里的一样 是一个连环的杀人案 我说这个东西 是有依据的 刑警队的杜队长 他也认为 这三起凶杀案的 杀人手法非常相似 这说明什么 这是说明非常有可能 这个凶手是一个人 我最近听到不少议论 你没感觉 介绍人都少了 是 假如说 这三起凶杀案 就是一个连环杀人 那么我们现在 要做的就是 这三起凶杀案 它内在的 必然联系是什么 也就是说 为什么 凶手会杀 钱教授 崔老师 包括刘磊 为什么不杀别人 而单单杀的是 他们三个人 他们之间的联系 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吧 你看啊 一个教授 一个中学老师 一个刘朗汉 他们之间 能有什么联系啊 再说 你凭什么觉得 凶手一定要找 有联系的人杀 他可他是随便杀人的 有道理 要说刘磊被杀 这种随意性是存在的 可是钱教授 还有崔老师 他们是在家里被杀 是凶手 想尽办法的 入室行凶 入室行凶的风险 是非常高的 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那你觉得他们是在联系 是什么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得从这里面找 你又拿这个电眼说事啊 不是 我们就这么想 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明确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三起凶杀案 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朝着 这个思路去想啊 是不是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分析 就拿刘磊来说 刘磊你认识对吧 他是不是好色之徒 那么他很有可能 违背了凶手的道德原则 他认为他是垃圾的 该死 是吗 是 or 是 他为什么想念 他不想念 是 对 前教授生前也有确定 他特别傲慢 他的尸体我见到了 脸都被顿气整个打了 极其惨 还有那崔老师 他生前在学校脾气特别暴躁 而且他还有体罚学生的前科 体罚学生 对 那体罚学生也不注意被杀了 你看我小时候学习不好 经常被发 打架吧 还被老师揪耳朵 挤得还踹我两眼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杀老师啊 所以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你想想 疯子什么事干不出来 从那几个人尸体 被弄成那样来看 这个人就是个疯子 我觉得这家伙 肯定是一个多重人格的人 他在人群中 跟所有人一模一样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可是他内心极其阴暗 阴暗极了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干出这么凶残的事情 还是不当心惊的好 怎么了 这就嫌累了 不只是累啊 关键是受不了那个刺激 我跟你想的一样 我觉得 我要是在人群中 把这个心里极其阴暗 极其危险的家伙 我要给他揪出来 我帮他得到法律的延长 那是一件多快乐 多有意义的事 行行行 好吧 你快乐 你有意义 我困了 我要睡觉了 你呀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赶紧睡去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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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西花园落成庆典仪式 现在开始 接下来我们有请大龙公司董事长于大龙先生 为大家说祝贺词大家掌声 有请 各位领导 各位业主 各位支持大龙公司的朋友们 今天你们赏光前来 就是对我大龙公司最大的支持 蓝西花园这个项目 在我们公司已经酝酿几年了 现在在你们的支持下 终于开花结果了 我此时的心情就像灿灿的阳光和盛开的鲜花 身为董事长 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磕槽话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只说一句 我于大龙 我大龙公司 会继续努力为大家盖房子 盖出更多更好的房子 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世卫领导 余董事长和我们的业主代表 共同为大家剪裁 掌声有请 天总 天总 管是你 出玩手吧 你怎么来了 我在执行任务 我看到你的车了 你来这干嘛 我来找他 慢点 好 来 易总 来 易总 你慢点开啊 慢点 余大萌 你找他干嘛 我在爷爷的遗物中发现点东西 我怀疑他跟我爷爷死有关 千朵 这话可不是乱讲的 我爷爷之前一直看不惯 他们公司这种恶霸式的经营方式 炒作土地 哄抬房价 他写文章 公开批评他们 余大龙为了封住我爷爷的嘴 想用钱贿赂我爷爷 可是被我爷爷拒绝了 他肯定是觉得我爷爷爱了他的事 挡了他的财路 所以他杀了我爷爷 千朵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理智一点 做事是要理据的 你说余大龙杀了你爷爷 你有证据吗 证据 我当然有 那你也不能去 你要真实掌握证据的话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知警方 而不是自己贸然行动 你想想 你现在去找余大龙 余大龙要是反咬一口 告你诬告诽谤怎么办 那你们为什么不抓他 抓人是需要有凭据的 这是法律程序 千朵 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 警方现在对你爷爷的案子 已经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真的掌握什么线索的话 这样吧 你跟我去公安局 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杜队长 好吗 对不起 这事实在我爷爷隐私 不是 张耀 我跟你说这些 我希望能够保命 钱朵 你听我讲 我希望你理智一点 真的 这 钱朵 这关系 还看啊 美女难遭的 不是 他什么 你诶 正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要跟你谈一下 这边正忙的 不是 喂 喂 哎呦妈 你这电话来得真是时候 你 晚上回来吃饭 不行我现在年终总结 我跟你讲我特别忙 我不怕 多晚都得回来 好好好 行 那这么着吧 喂 张总 钱小姐 你中午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什么 吃饭 好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 这么说这么多年 你大学毕业以后 一直做经济分析师啊 对 做了好多年 说也巧 我合作的好多公司 他们的规模 都跟你们公司差不多 我们搞房地产那可是卖力气的活儿 这些细致的活儿是你们经济分析师的工作啊 可别这么说 业内人士谁不知道张总的眼光最精准啊 大龙公司没有今天 你是功不可没的 我可不敢当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钱小姐 说实话 今天接了你的电话 邀请我吃饭 不过有点诚慌诚恐啊 我来买单啊 我是来替我爷爷还情的 怎么讲 这么多年爷爷对大龙公司 一直都是口诛比伐 可大龙公司对爷爷呢 确实礼貌有加 有的时候我甚至无法理解 你爷爷的观点 从我内心深处来说 我是赞同的 这话怎么说 因为你爷爷是搞研究工作的 那么他对房地产市场评估 是非常全面的